来了咱们这一期会比较有意思啊 咱们来让有请韩国人来回答一下大家的一些问题 大家比较关心的 首先这个第一题就来了啊 第一题就是请问韩国人对于蓝营政客里大部分都是阴阳人和两面派 这件事有什么样的看法 其实这个议题我在我的直播之中啊 我都已经很无言很感叹了 因为其实为什么我长期不太讲蓝营 因为我认识的蓝营也非常多是支持 就是我们宪法里面讲的国家统一前 就是走向统一他们也是也很多支持 那以像绿媒三立这种电视台啊 就每天基本上政论节目都是在讨论蓝营或者讨论中国大陆 完全不监督这个民进党之下 如果我再去讲我心里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真的怎么样 哇那台湾没有一个一个正确的声音 因为蓝营我知道像红秀柱 他们这一些还至少是保有着 希望两岸能和平的声音 这些音量 但是刚刚这个网友讲的key point 我们也不会回避 因为我个人觉得有两种人 一种叫政客 政客不分政党 对 政客不分政党 所以你讲的蓝营这些我就要讲 我就是以政客的角度去讲 他们就是标准什么 他们也不会去考虑两岸的未来 不会考虑到怎么样对台湾最有福祉 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非常多 有一些弊统派的蓝营 我就非常不认同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国际局势都已经走到这个局面了 你现在又不是说要反攻大陆的局面了 所以你当然是要走向怎么样 两岸和解 然后两岸看是怎么样走向统一 那可是这些弊统派都是考虑到自己的选票 自己的利益 而且我觉得现在最悲让我最生气的是什么 也就是现在还有人要跟民进党一起去争取反共 我完全不认同 为什么 因为有眼有眼睛的人都知道局势就不是这样的 实不于我这句话不是讲假的 你现在局势是怎么样 就是做对的选择 而且尤其我个人 我不会去反对一件事情 我相信有些大陆朋友们也有问过 我也常举例 我不会去反对蒋经国当时对台湾的建设 至少他之前做的让台湾经济起飞 也有台积电 那都是蒋经国时代的 还有十大建设 也是有好的 也是有坏的 也是有对台湾人民 注重台湾人民生活的 但是尤其像李登辉那一些 现在蓝营还是有这种人 像前阵子我真的很伤心的一个将军 因为之前我们都会聊天 叫于将军 于北成 各位 我之前也是私底下都会跟他聊天 因为我们在一些挺韩的活动的现场 那时候都会遇到 有时他们邀请我们都会遇到 那时候他就是夹带着一个将军的身份 有时候我会跟他聊 两岸的问题之类 其实他私底下都跟我讲什么 都是讲非常正常的 而且在很多人耳中可能就是一个 要走向宪法统一的论述 跟现在在绿媒是截然不同的一条论述 当时你知道他告诉我什么吗 他当时他告诉我是说 他讲这些是因为 希望能有更多绿的人能听他讲话 这时候他才可以把他的论述再告诉他们 结果各位到了此时刻是这样吗 完全不是 所以韩国人那时候 为什么我会觉得很伤心很难过的原因 是因为我以为 他可能会像是什么志祺七七 不知道雷哥知不知道 台湾有个YouTuber叫志祺七七 或者是这种Porter网 那Porter网是比较明显就知道偏向 那志祺七七这种 他会用言语之中 故意带出他的风向 让你不察觉之中 这是最很高竿 很高竿 这种比较高级 对啊 可能先帮你把这个事情论述完 然后他才带有他的想法 慢慢把你引进那个洞里面 像大陆那种公知的那种 对对对 所以他今天 这个让我非常难过 就是这一名蓝营的将军 因为我觉得他之前告诉我 原来都是欺骗我 不过对于这个 有时候能看政论节目 看到这个台湾媒体有好多前将军 对 我觉得他们就特别的搞笑 你知道吗 就是在我们好多 可是 可是雷克还是有将军很正常 还是有一个前将军 但是他都是被长期斗争的 对 因为正常的 已经是说发不出声音 对啊 他讲正常的国际话都没有用 对啊 也是可怜的 来看咱们看第二个问题 这个有一个网友问 请问岛内民意真的同意 莱猪服食吗 真的是大部分人都支持绿营吗 我跟你讲 今天我这个都有做过街访 我就有稍微去了解一下 那莱猪这议题 我做街访的时候 我没有把它po出来 因为为什么 因为当时我以为 要进入到公投周期的时候 不能po这些影片 因为会影响 选举里面好像有一些法律 但是我后来才知道公投可以 对就有点尴尬 对对对对 所以我后来才去查了一下 才知道可以 但是已经过了 其实我当时啊 我就是拿什么 我就直接拿一包猪肉干 我就随机去问路人 然后说这是我们创业的 请他吃 然后他一吃完 我就跟他说这个猪肉干 是含有来际的 然后我就看到很多路人 哇这种 然后很可爱 然后还要跟我讲什么 你知道吗 都已经身体很诚实了 他跟我说也没关系 因为都吃了 那能怎么样 那但是可能心里干的要死 对对对 但是我其实问了很多人 我得到一个结果 也就是有些人他不看政治 他当然会有疑虑 但有些人他看政治 尤其看那些绿媒 或者看那些媒体长期土脑 他可能会觉得是说 开放这个 对我们的国际的利益 会比较有效 那我就问他 那为什么美国不跟我们邦交 然后就当机了 对对对 就回答不出来了 因为今天这才是最大的key point 所以今天在台湾 我回答这网民就两块 这一块就是不断的 就是他看关心政治 他又是比较偏绿的话 他可能就会 maybe 就会觉得是说 用很多理由说服自己 那但是总归一句 他也是觉得这个是有疑虑 那第二个他不看政治的 他是完全是不ok的 他觉得吃这个是不好的 所以严格来说 台湾整体应该是都觉得是不好 对那今天 为什么投票会这样子 我们已经分析过 开票了嘛 主要是民进党真的全面 把他的支持者吹出来了 这是结果 因为公投也没过半 也没过门槛 对这次公投没有一样是过门槛的 所以讲严格来说 今天民进党过关的 并不是说他过门槛 然后不同意的人局都不是 而是说是没过门槛 所以让这个案子没办法成案 这才是今天的key point 是这样的就行了 有一个网友问 他说真实的评估一下 岛内大概百分之多少的人 会支持统一 就真正的台湾岛内的统派 就年轻人中这个比例是 大概是多少 来我告诉大家 其实在岛内的统派 我们应该把统派分为什么 统派应该要 我们要把它定义为是 政治的博士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今天了解政治 也需要有个层次 对对对 那岛内坦白说 政治幼稚园或政治小学生居多 就是他根本还没有 路门看他根本还不知道 这整体两岸的问题 甚一中都不知道 所以我个人告诉你 其实岛内的这种统派 已经走到你了解完全全貌 而且都要对的资讯之下 少 这个很难 很少 那今天key point 为什么说少 也是因为你今天你必须要走到这一步 你要至少当到政治的博士的一个想法 研究到这么透彻之下 你才有可能成为统派 对其实这个 其实有很多人还是会被那个大的空的概念 民主自由啊 这些东西来 带走 对带走 因为他比较好 好普遍 对对 好出版国 我们是人嘛 我们要人权嘛 那什么人权 自由什么 具体是什么 那你不用吃饭 你不用睡觉 那吃饭是要怎么样 吃饭要赚钱啊 那赚钱你需要怎么样 要需要经济啊 你生活都忘了 就不提这些 就不提这些 对 所以这才是key point 所以那个网友是说 岛内到底统派的这种人的多不多 我跟你讲极少的原因是因为 岛内根本整天自己说有投票权 但是真的研究政治 真的研究到完全透彻公平公正的 少之又少 就是真正政治觉悟懂这个些东西 少了 所以说我看到你的街坊的节目里面 对于那个台湾年轻人 好像对于政治来说 很多人还是关心程度不高 但是他们基本上一张嘴 就是民党洗脑那套 民党洞还比较好普遍 所以这样有没有选票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下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了 请问一下 新中国真的是哥伦布发现的吗 这个非常有意思 我给大家补充一下 我也看到了 因为台湾岛内 他就去中化了 他把所有的书 图书里面只要有 大陆这两个字 他就给替换 就替换中中国 绿媒也是在这么做 然后就出现比较搞笑了 就是哥伦布发现了新中国 明明是发现美洲 发现新中国 没办法 因为台湾现在年 尤其这些绿网红 这些在带的风向 全面都在说什么 大陆是什么 非洲大陆 美洲大陆 他们都在讲这些 那我就说 你就问蔡英文就好 因为蔡英文之前是陆委会主委 对啊 他当过陆委会主委 我讲完了 对 你就问他就好了 好了 下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也比较关心 他问 我想知道为什么叫韩国人 韩国人 为什么叫这个网名 因为我小时候 这个眼睛比较小了 我小时候 有一点算是被班上 有时候拿来开玩笑 就是眼睛小 然后他们就觉得 韩国人那时候的那种形象 就是眼睛小 有一点算是外貌的一种 小小的 有些贴个标签 对 贴个标签啦 那可是又刚好什么 又刚好是我们家 韩国人本身 有四分之一的韩国血统 我爸爸是韩国华侨 对 妈妈是韩国人 爸爸是这个大连 大连那时候 因为战争战乱逃难到韩国的 然后跟我奶奶 朝鲜族吗 我不确定 对 反正 我算是四分之一的韩国人 我是真的有血统 然后 加上当时同学这样讲我 然后大家就叫我韩国人 韩国人 以前坦白说 韩国没有那么 没有让人觉得好像 哇 你是韩国人 以前那种 汉城时代 那时候经济还很差 还不改名叫首尔的时候 那韩国人是 被很多人瞧不起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 有一点算是那个背景之下 然后大家一直叫我韩国人 然后到慢慢韩国 哇 流行起来了 我就想 韩流来了 那那时候很多人说 哎 为什么那么多人叫你韩国人 然后很多人就开始好奇 那我就觉得 好吧 那就把它变亡名 那我本身讲话 就觉得比较冷 所以我把那个韩国的韩 韩冷的韩 对啊 因为我讲话不好笑 所以我就把它改成那个 韩冷的韩 对 就这么简单 很有意思啊 很多那个网军还在那鬼扯 说什么 是因为我挺韩国语 挺要丰盛 我叫韩国人 No 韩国语还没出来 我早就叫韩国人了 不要紧这样 然后有一个问题 问啊 就是说 娶台湾老婆要多少彩礼 彩礼是大陆的 就是要给女方家里的一个 我觉得彩礼这种东西 都还是要看每个家庭啦 那在台湾来说 好像现在比较这个习俗就好 但是我很难说 因为有可能你刚好取到他们家 是对于这个很讲究 就像有些人可以明天公正结婚 然后就这样去度蜜月 但是有些家庭是 你一结婚 哇 要办得很盛大 就是这种中国式传统的这种习俗 全面都要有啊 什么稳定啊 因为我之前我前一份工作啊 我除了做这个网路的博主之外 我之前就是做这个婚设 婚礼的事 录影 所以那时候我 为什么我很难跟你说 因为其实很多台湾人会觉得 自己没有那么多习俗 但是其实我参 我当婚礼的那个录影啊 录影的时候我就觉得 哇 习俗很多的 是吧 从早到晚 哇 也可以办得很搞刚 也可以办得非常的丰富 然后非常多的这种传统的东西 也是有非常讲究这个民俗这些东西 我看台湾这块讲的这些东西很多很多 那在台湾比如说 是不是特别强调门当户对 门当户对 呃 这也是 对 门当户对这也是 可是在台湾的话 我觉得台湾最近因为 尤其台湾最近搞呢 什么同婚啊 同婚这种东西 然后 其实把这个性向这个东西哦 弄得好像有一点算是道德绑架 所以有很多父母亲哦 有时候在审视这个 比如说女婿啊 或者是女儿 或者是这个女方是谁的时候 常常会被道德绑架是说 我要开明一点 我要开明一点 不管我儿子娶到哪个老婆 我就要想办法去喜欢他 对 这个就有点社会的道德绑架 因为为了同婚这个 你看 你歧视同性恋 哦 你歧视是什么 就用这种罪啊 用这种帽子啊 直接戴在人家头上 所以台湾现在对于婚姻这个 有一点病态 有一点问题 对 所以你说门当户对 我会有点问号的原因 就是 那当然啦 男生喜欢这女生想娶他 但是 这女生的背景可能 或者是这男生的背景 有一些问题存在 可能之前家长还会跟他讲一些话 可是现在 可能就因为道德绑架 啊 你就让这个两个人终成绩认署就好了 对 你不要去干扰别人 可能这一些道德的事情就开始集体出来了 所以 所以在你要娶台湾女生 或者是对 对台湾男生有兴趣之前 我觉得台湾没有那么多拘束 这事实啦 但是 呃 就是要想清楚 就是 家人都还是要观察 对方的家人 对对对 那顺着这个问题 我再问一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 呃 陆配是不是在台湾的地位比较低呢 哦 陆配这个比较低 当然因为今天台湾看到大陆人 就会叫他们 有些人就直接很难听啦 什么4R6啊 那是大陆人啊 我讲的很难听 因为因为我看到一个台湾网红嘛 他是陆配嘛 对啊 但是他特别繁重 对啊 就是 就是 大家应该知道啊 就是我看到这种情绪啊 觉得很诡异啊 所以有些陆配 现在不是有一些YouTuber 博主也出来了吗 就是专门是在那挺 那个舔台的吗 对 就是超舔台 就说你看 大陆有吗 或者是怎么样 怎么样有吗 我就 我就一头问号 我来到大陆 统统都有 还更好 对不对 那他们还说什么 看医生啊 之类 确实我要讲真的 我们的这个健保制度啊 那也是一个共产制度啊 做的确实不错啊 因为这是国民党当时 他们弄的一个制度嘛 现在都被民进党 或者被小决心 拿来当做捡健保卡 捡健保卡 对 就是说台湾瑰宝 对啊 你当时你可以接受 中国国民党用的这个 健保卡制度 但是你要我们认同自己 是中国人剪掉 这很奇怪 对不对 对 所以你刚刚讲到是说 会不会歧视 我个人觉得稍微会 但是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 同性婚姻这个东西 也间接的怎么样 也让这些可能陆黑 稍微没有被歧视 也被有一点这个道德绑架 就在里面一块 就等于讲简单 一个同志结婚的问题 变成你不要去歧视人家的感情 好吧 就全面都不要歧视 懂我意思吗 明白明白 还有一个网友问 就是说来大陆这些日子 喜欢吃什么 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我最喜欢吃黄焖鸡 黄焖鸡 好方便哦 然后里面就是可以选 加什么料啊 加什么菜啊之类的 我还很期待去北京吃烤鸭 我最爱吃在台湾 我就喜欢三不五吃 我就吃北京烤鸭 在台湾哦 然后就是一般的这种 火锅呢 喜欢吃 超喜欢火锅 我超爱火锅 但是我火锅 我比较喜欢吃汕头那种 哦 是潮汕那种牛肉 对 我不太喜欢吃那个那种很辣的 哦 但是 韩国人嘛 对啊 我也是喜欢吃一些 不要太辣 但是 比较偏香的那种麻辣锅 嗯 对 那个我就OK 那我也很喜欢 因为麻辣锅分有一种是偏辣 一种是偏麻 对 香辣 还有来上海我吃到真的小羊生煎 哦 很多上海人都在跟我讲说什么 那哪有最好吃啊 可是 我已经觉得很厉害 因为台湾夜市很多舔贡啊 嗯 这什么上海生煎包啊 因为 因为 台湾夜市一堆 因为很多都是从大陆过去的嘛 对啊 说实在的 因为就带到带了好多 对啊 饮食传统 饮食传统 可是重点来了 他咬下去根本不会爆肢 我第一次吃小羊生煎 烫一下会 头子烫 我整个房间都遭殃 你知道吗 喷到电视 我还在那插 有一天直播 我吃给大家看出来 喷到荧幕 大家全部都在笑 对对 这是上海特色的东西 好吃好吃好吃 有一位网友问啊 就是说 想问韩国人上海之后要去哪里玩 就大概就是现在规划杭州南京北京 然后想要再做一次长江游轮 嗯 到重庆 然后看看有没有办法去新疆 哇靠 好像好久 好像很多 很贪心哦 那那那这趟你要待很久吗 大概到四月多吧 差不多啦 四月多差不多 因为我可以待更久 你知道我现在卡到什么问题吗 我也跟大陆朋友们讲一下 卡到牙套啦 啊 因为牙套我现在 我来的时候 为什么我等那么久 是因为我就是等牙套弄好 嗯 才来了 但是我的医生告诉我什么 我戴了戴完三副牙套之后 还要帮我安装一个那种矫正器 小小颗的那种矫正器啦 嗯 才能再给我接下来的那个牙套啦 嗯 所以我没有安装那个我就没办法继续再做矫正啦 嗯 对你懂我意思吗 对就是卡在这里啦 要不然我就早就我这大概六七月都没问题了啦 说不定我去装完我就我无聊我就跑过来了啦 反正我现在工作就是摄影机就带着做啦 对啊 到处走了 对啊 最后一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了啊 好 然后有网友希望你念一遍我的节目开场白 咱们来挑战一下 这一期很有意思啊 你算来着了啊 我给我给我给那个韩国人放一个字幕啊 放一个字幕 然后你来念一下 用你最快的速度来念一下 然后咱们看看能不能完成这个挑战啊 哇这个很难 大家我说准备开始咱们就开始了啊 预备开始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 和服社莱克多巴 放离香蕉你个拔辣 改名归于王货柜党中央 战机海底藏水库 变炒场台铁出大四黑帮 砸警局台关大停电 疫情大爆发 日本大哥哥好棒棒 美国爸爸不爱我甲鱼啪啪被人打 唐鳳变成狗不理玻璃星又睡一地 紧挖快包特别满完成 好了 有这个手势 对对对 一定要有气势 气势要出来知道吗 完全没踩埃过 所以说你看非常欢迎这个韩国人能来大陆来好好玩 然后让他能多去感受一下大陆的这个美食美景 然后多去些地方来看一下 对吧 来充分的感受大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刚才还有一个网友上问 最后咱们再这个来一个反常小问题 他问你会选择来大陆定居吗 有钱当然可以 没有这最现实的问题 每次决心叫我滚到大陆 我当然可以 你给我钱 你给我房子 对不对 我连台湾我都没有房子 我都没有钱了 我就只有家人 我就家人而已 对啊 我就是卡在这而已 你今天我如果有钱如果有房子 台湾房子很贵 然后我又有我想要定居的地方但没问题 像我最近 我最近很多人都是韩国人 你为什么待上海这么多年 因为舒服啊 因为舒服啊 舒服啊 每天生活就就对啊 就吃喝拉撒 然后去上海晃一晃 哇好美 哇好新好酷 对他选择住的地方 给大家透露一下 上海核心区域周边都是旅行街 美食一大堆 美食一大堆你知道吗 出去就感受到惨无人道的 对对对对 太惨了 所以我胖了好多啊 对啊 所以绝情记得哦 我要住在上海的核心 嗯 好不好 这是我现在第一个愿望 好不好 对绝情记得 你要叫我滚过去之前 请准备好一笔钱 至少大概一千万人民币 差不多了 最近这个台湾有很多明星的选择来大陆定居了 对啊 刘根宏啊 刘根宏啊 对对对啊 也来了歌星啊 也都是啊 有的是觉得会比较近的 就定居在那个厦门 嗯 厦门也挺多的 是吧 所以说欢迎韩国人常来 常来啊 好吗 所以说非常感谢大家来观看这个本期节目啊 然后也请大家多多的支持韩国人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也要请大家多多支持韩国人 咱们下期节目再演 拜拜 拜拜 好完成了 OK 不错 挺有意思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